你准不准假吧 行 就半天啊 半天 这可不行 我想把年假给休了 十天 十天 你走那么长时间 你的活谁干呀 我干呀 你想累死我呀 这两码事啊 我正常休息怎么了 你到底准不准 不准 那我就把婚假休了 十四天 不准 你准也得准 不准也得准 劳动法规定的 不是我规定的 真的 行 打明儿起 休假了啊 结婚 你结婚你了不起啊 哎 哎 艾萍 架清好了 搞定了啊 明儿开工 二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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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环天太舒适不行啊 哼 做家嘛 就得苦一点 啊 啊 来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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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美丽同志 你不要被胜利成昏了头脑 哎呀 一点用也没有 哎呀 对了 给我老公拍张照片 让他看见我新办公室怎么样 哼 给他发过去刺激刺激的 发送 回的还挺快啊 媳妇从明天开始 我要开始跟你PK 哼 口气还不小啊 跟我PK 跟我PK啊 你会死得很惨的 哼 我是一个美女 撒过那行事 喂 程丽 媳妇 告诉你的好消息啊 你的好消息 哎 哎 你看到我的好消息了吗 啊 哎 我刚才给你发的照片 你看见了吗 我的独立办公室怎么样 嗯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设立人 距离支持我的创作 这挺高兴的 我这个跟你那个一比 恐怕不给利益 说说说 不给利益也可以说出来吧 我呀 跟公司请了十几天的假 我准备从明天开始 搞营销了 啊 做销售 哎 这靠谱嘛 你这是什么好消息啊 朱颜平那人 多不靠谱啊 哎 不不 她妈这个公司我上网查了 非常靠谱 比朱颜平靠谱多了 你放心 我这么大岁数了 不会轻易让人给忽悠着啊 好吧 既然你觉得行 那你就试试被人 哦 对了是 我现在还在公司呢 我今天晚上要赶赶进度了 皮特说他 他明天就想开个第一招 行 我也在公司呢 因为明天要搞营销了 我得做做功课吧 嗯 水又水 哎 哎 怎么了 我突然间肚子有点疼 不过这个时候也难免 没关系的 我一会儿喝点水就行了 你别担心 你多喝点啊 一定多喝点 你要是疼的话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跑上去啊 你加完班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咱俩一块回家 好 哎 这个地儿挺漂亮啊 哎 请问二位有事吗 认为你长得真漂亮 哎 来来来 吃点巧克力 得肤的 来 别客气啊 我们是生命元素化妆品公司的 想跟你们经理谈点业务 哦 生命元素啊 我知道 哎我记得你 你不是来过了吗 还没放弃啊 嗯 不抛弃不放弃 行 那你们稍等啊 记住啊 一会儿宝里边啊 备点这些小玩意儿 小恩小贵不吃亏 不是有多句话吗 延号好见 小鬼难缠 你好 延号来了 哎 你们是生命元素公司的吧 你们公司我们知道 我们要求带领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先供货 然后给我们三个月的账 季节账 可是你们做销售的不同意 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不不不 有得谈 有得谈 我今天来就为这个事来的 我们公司啊 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 这样啊 只要你们买我们的产品 而且是现金给我们的话 我们立马 给你们从这些现金里边 给你饭点 谢您饭点 好 来来来 赶紧坐下来聊 夏总 小的给您做咖啡来了 请您饭用 谢谢 灵灵你怎么了 对我做错 你脸疼得都变色了 那怎么办 你去医院吧 算了 下边吧 我得把这第一张写完了 皮特还得不掉了 你不要命了你 写什么写不许写 走去医院 赶紧的 别生意打个电话 好好好 我打我打了 电话在我这儿呢 走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医生里你干嘛呢 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 美丽她进医院了你知道吗 什么 她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她怎么了 你自己的媳妇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 她流产了 我们在家园医院呢 你赶紧过来吧 来来来 远哥 远哥 快 迪生里你怎么才来呀 梅丽怎么样 梅丽在里面做手术呢 不是流产 你做什么手术啊 你不会连这点尝试都没有吧 我告诉你 梅丽她怎么流产的你知道吗 就是酒杯那天晚上 她不小心摔了一脚惹的祸 你媳妇天天嚷嚷度 梅丽疼难道 你就一点都没发现吗 都怪我都怪我 大意了大意了 那医生怎么说 不正做着手术呢嘛 先清理清理 然后再住几天院呗 清理什么呀 清理你的孩子呀 好了好了 反正就是一小手术 你也别太难过了啊 没什么 坐 梅丽 这是什么呀 别叫了别叫了 你是病人家属啊 这病人说是她怕疼 坐的是全麻的 现在还醒不过来呢 丁丽丽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 你可千万不能让她爸妈知道 听见了吗 丁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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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爹 你干嘛呀 都是冬酒的 你什么好多没什么大事 贾先生 把你吓住了进去啊 我说这么晚你们都干啥去了 这是你 爹 你怎么来了 这不到月底了吗 我现在给你省点房租吧 我就上你这签就签就得了 你这特殊师机 钱是不是得省着花呀 你还请你这经经母是不是 你说 经经母 不是 干啥 怎么进来出啥事咋的 进来 我进来 进来这是 咋的了这出啥事咋的 这这 都换鞋 对 最好把鞋放过头 不是 咋的了 这出啥事咋的这这 流产了 现在在医院 流产了 不是 孩子流产了 这 我天啊 这孩子怎么不小心呢 你说这 小心 他倒是想小心 可得有条件哪 他很想在家里面写写书 保保态 他很不想出去的 他谁想出去来着 这啥是怀的孕呢 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提醒他注意啊你说呀 行了 爹你别说了 你想回屋吧 消停消停 你就回老家吧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我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我女儿向美丽 已经对得起你们盯假了 要不是你儿子这个样子 她会流产吗 她会住医院吗 她会受这个苦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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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大哥 顺利 先带你爸先进去吧 不不不不 静静 我心里有话不说 我憋定我 我必须得说出来 我说静静母 你长得挺漂亮 说话咋这么难听啊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 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你说我心里想啥 我心里想着 我是媳妇流产我高兴 我跟你说呀 我盼孙子盼孙子 都盼红眼了 不管生单生女生说了 不得随我们丁尖气吗 你说呢 咋咋 你个窝囊废 你不窝囊废 我能跟着你受这个委屈吗 我呀 再说你说你刚才一口一口 我儿子那啥 我儿子那啥 你说我儿子那啥呢 你说 静静 你说说我儿子那啥了吧 老弟大哥 没啥 能有啥呀 是吧 这都是自家人 咱们都冷静点 好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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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 我今天我要把实话告诉你 爸 你儿子顶身体他骗人 我儿子骗你啥呢 你说 你拿出证据来 他报警了 把他抓起来 行不行 他骗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 他 他和我的女儿一起骗我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看我女儿不辛苦 不委屈不累 就是我女儿 哭着呢 累着呢 委屈着呢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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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是越来越离谱了 越来越离谱了 我当记 挺正的呀 再说了 什么 你姑娘苦啊 你姑娘累呀 我儿子不累 他不苦 年轻人苦点累点 有啥呀 睡觉觉就缓过来了 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平总百姓哪家不这么过呀 不是大款 就变装大款的价子 多累呀 你不累我丑都累 你以为我愿意向你们家来住啊 我在哪儿住 睡觉 好 胜利呀 带你爸先到音音房间 亲家 这亲家母这压你 她一妈呀 你可咋瘦呢 她住着音音房间 好瘦呀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我谁激动了 我已经够冷静了 我 我 我要是最激动的话 我 我一脚踹的猪本 我 行行行 其实啊 老丁大哥有句话说的 还是挺对的 咱们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 但凡咱们这些当爹妈的 有一点本事 孩子也不至于这样 行了 到关键的时候 还是我来解决问题吧 行行行 别啰嗦了 行行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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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想办法 我 你一辈子想过什么好办法 你 你 你管 你这叫什么话吗 你心情不好 你怎么逮谁跟谁掐呀 那你说怎么办 让少女回家来 别读书了 少女不懂 我手也解决不了这个经济问题啊 这个经济问题 没事 五场节气是坚不可摧的 勇敢点 迎接战斗吧 です 那你团伙在我身上 就好 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没上内心啊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散会 来 散会啊 来 来 来 我真干不了这个活 我求求您了 行吗 您放过我 我跟你说 我不求您给我涨公司 虽说现在我也不缺钱 还不缺钱 都快倾家荡产了吧 乖文俊 你别以为你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我不知道 我 我 我搞什么小动作 你说你搞什么了 养蝎子了吧 我 我养蝎子怎么了 养蝎子 养蝎子也不犯法呀 那是正当生意 我凭本事赚钱呢 怎么了 还凭本事赚钱 还正当生意 就你这样的也能做生意 那社会上挣钱的地方多了 你都能挣来吗 好不容易在这儿刚刚学点本事 不说继续深造 跑到社会上搞这些乌七八糟的 有用吗 怎么就乌七八糟了就 我 我跟你说王经理啊 我们是经过正当培训的 您知道吗 你 你 你别 别笑 我跟你说 蝎子这个事你不如我明白 第一 蝎子这个东西吧 它好雅 第二呢 它回钱快 我跟你说 蝎毒这东西 它值钱着呢 蝎毒值钱着呢 还买蝎子 你怎么不养鲨鱼啊 你怎么不扮鱼翅啊 那不更值钱吗 我看你真得找个女人 好好管教管教你了 来 不是 那也轮不着你管我吧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 我要不是看在 你跟丁胜利的情分上 我才不管你呢 是他交代给我的 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跟丁胜利 就是一个战好里的战友 等他休假回来 我就让他看看 我的交易成果 从明天开始 天天给我加夜班 饿不死你那对羞蝎子 什么事儿你 我跟你说丁胜利丁胜利 你真是我亲哥你 你说你休假去吧 你还找这么一把刀包 就破壶插着你 是是是 男人是永远长大的孩子 对 不这么行 丁胜利 别敲了 进来吧 吓死我了 你怎么买了 丁胜利 我来 查查吧 是我们 全是你最爱吃的那家 月菜饭公司的 尝一尝 我现在不爱吃了 拿回去吧 谢谢你 素华说得好啊 贫贱夫妻百事爱 你说你干嘛这么着急忙 把自己嫁出去呀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不是活受罪啊 你倒是直奔主题啊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是我嫁给了丁生丽 又不是你嫁给了她 受不受罪是你觉得还是我觉得 小美丽 你不要总是带着有私留你 你看我行吗 我是你的朋友 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心疼 你知道吗 别 别这么说啊 再这么说就出格了 你误会我了 你绝对误会我了 我对天发誓 我对你没有任何别的企图 更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咱俩那夜早就翻篇了 我现在的心态很平和 我来 不就是听说 你出事了吗 听说 你听谁说的 一个朋友 好啊你刘建民 你调查我 好啊 夏琳 夏琳是谁 我不认识这个人 那谁呢 夏莹莹 夏美丽 我求求你了啊 你别猜了侯侯 你也别着急别生气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来看你 纯粹是念在咱们原来的勤奋上 我想帮帮你 知道吗 这内奸到底是谁呀 真是的 刘建民 你说我都接过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来 你还出现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那说什么着吧 在一块 好 刘子 别这么愁眉苦脸啊 您这房子可以说卖个便宜 但是我付款疼我呀 您这不是着急用钱吗 是 着急就卖不上价去 不 您可别后悔啊 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就这么着吧 行嘞 那我走了啊 好 言平啊 我是你爸 你那大耗子还在吗 这位朋友差不多了吧 您是不是可以走了 你吃完东西我马上就走了 你 你这人你是不是 我是一个美女 大个大喜事 听到我的声音音 喂 声音 行 你在楼下呢 行行行 好 我知道了 祖宗我求求你了 您赶紧走吧 丁声音就在楼下呢 在楼下怎么了 来就来呗 我心里有没鬼 再说了 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来看望你怎么了 你老公不会这么小心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 你说你原来把我拉进了三角关系 你现在还想把我拉进四角关系是怎么着 好好好 我走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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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真的想的太多了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 离婚了 这就是疲惫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可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一辈子我们什么事情 能商量到一块去啊 可 可这是卖房子呀 这么大的事 这房子我也是有份的 你天天追到我身后边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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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卖房子 我拿什么钱 去给孩子买房子 你脑子净水了 你卖掉房子你睡哪儿 你睡大马路去啊 我干嘛要睡大马路 那 你睡哪儿啊 回家 我是有家的人 回 回家 你以为你真是武汉山啊 你真是要卷土重来啊 没门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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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儿捣乱了 我那边还有人等我离婚呢 你 向一凡 你半离婚半混头了你 胜利 您爱吃的鸡蛋灌饼 很好 胜利 你碰上什么熟人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谢谢你啊 你客气什么呀 我 我还吃这个呗 这花挺漂亮的 谁送的 夏琳呗 还能有谁啊 别说 这姑娘还挺有戏呢 好 跟你说件事了 我想辞职不干了 为什么 朱元平他妈那公司吧 挺靠谱的 提成的钱我已经挣到了 下一步呢 我想抱抱销售 这也是挣钱的一个渠道啊 丁正丽 你都多大岁数了 还跟那些小年轻的扫楼去啊 你看我现在干嘛呢 我在带病 我在写书呢我 你说你搞那销售 能用我写书靠谱吗 我劝你啊 你还是踏踏实实 赚你那份损工资 别在我写书的时候 瞎捣乱 你注意点用词好不好 我捣乱了吗 我没有啊 好 你写 你写 问题是你写这本书 拿多少稿成 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 一个女孩子在这个社会上 要学会保护自己 是吧 你不能说别人一忽悠你 你就找不着北了 这种事我可见了多了 丁胜利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不是 你就看不上我写书是不是 你这么鄙视我 你干嘛假惺惺的 你还鼓励我捧着我啊 我没有鄙视你啊 你想写你写我不拦着你啊 问题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 把你既得的利益 先争取到了再说 你别老想着出名挣大钱 哪像我 我钱已经进账了 我挣的钱全拿到你账号上了 对不对 丁胜利别怪我打击你啊 就你那点提成钱啊 你就是攒一辈子 也解决不了咱家的根本问题 我找你的时候啊 我已经清清楚楚想明白了 我就是看上你老实踏实 所以你还是踏踏实实的 挣你那份死工资啊 咱家要想更上一层楼 那得靠我 行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大头 你头大行不行 反正不管怎么说 老子一定得辞职 你别老在我面前 老子老子老子的行吗 那行行行我不老子 我孙子孙子行吗 孙子辞职可以了吧 行你先把鸡蛋罐给我们吃了 中午我再给你送盒饭 孙子也不能辞 今天呢是速成的第一课 做一个好妻子 一定要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既进得了超级派 又出得了 fashion派 哎呀男怕选错行 女怕嫁错狼 选得好嫁得好 那才是硬道理的 严萍呢一直都在国外待着 哎呦那吃东西可挑着呢 牛肉得吃那个进口的 鸡蛋得吃有机的 苹果醋不能吃 吃完了满脸起疙瘩 顾敏呢 所以你们出去吃西餐的时候 一定记住 不能给他乱加东西 好吗 好 我知道了 就爱喝酸奶 酸奶只喝这一种盘子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哈 知道知道 好 别的都挽和挑着呢 颜萍啊被我给惯坏了 以后啊 就多亏你辛苦了 爹 妈 什么话呢 我能不能不要爹 妈连着一起教育 你这别扭 你喊完爹起码传上三口气 再喊妈 这还说不定 朋友叫爹 直接叫妈就行 叫妈妈 也甭传三口气 就叫妈 前面就是有妈还是饱吗 没听说有爹还是饱 你没事儿出去帮我买一个马桶圈啊 你没事儿出去帮我买一个马桶圈啊 还叫套啊 你们这儿啊 他们这儿啊 我上厕所这儿吧 我就套着啊 完事儿呢 我再把他借下来 忙个点儿 忙个点儿吧 谁让咱们的妈 听懂吗 爹 我知道您住在这儿 心里不得劲儿 不舒服 别扭 这样吧 都美丽出了院以后 咱们租房都住行吗 租房干啥呀租房啊 美丽出院以后啊 你们上班儿 我还不得照顾照顾美丽吗 我让郊区看了去 城里买不起 郊区还买不起吗咱们呢 郊区 你也不想想 你把房子买得那么远 以后他们怎么剩下班呢 行了 你们也就不要看房子了 我们家老相 已经把老房子卖了 我们女方出钱给你们买房 我的妈呀 真叫人不好意思了 老相要是回来住 他就早了没了 那他就遭了醉了 受委屈了 你说什么 什么回来住他受委屈 就是 我俩和姐我说他亲口跟我说的 受不受委屈他自可知道 不可能 这像一方会这么说 好了好了 爹妈别说了 妈 确实在这住给您添麻烦了 这样吧 等美丽出院以后 我们租房子出去住行吗 行啊 美丽愿意就行 反正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女儿好 你 你 我说你了 都愿当爹的没能耐 都愿当爹的没能耐啊 你还可把 母亲也的也没能耐 我还没能耐 我还没得 Better 我看 你还不得了 等你 都收拾好了 那天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 别往心里去啊 算了 不过去了 我想跟你上那件事 你看现在俺爹吧 住在你妈那儿确实不方便 要不然 咱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然后再在远一点的地方 买套房子行吗 不用了 我爸来过了 已经把咱们那房子的首付交了 所以咱们俩赶快办手续去呢 这事你同意了吗 同意了 那要不然怎么办 美丽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我还要跟你商量吗 你知道的呀 我一直想让我妈我爸住在一块去 这些他们可以住在一块 而且还可以相互照顾呀 这是两码事啊美丽啊 你以为你爸爸这样做 是为了跟你妈在一块吗 你爸爸这样做是为了施舍我 施舍你懂不懂 我一旦要是住上这个房子的话 我丁胜利这一辈子在你们家人 是抬不起头的啊 丁胜利 你这都什么逻辑啊 你为了你男人的尊严 你想过没想过你老婆的幸福啊 好啊 可以啊 我们先借他的嘛行不行啊 最后我还他还不行吗 我还是那句话 大房子买不起我买小房子 近的房子买不起我买远的房子 城里的房子买不起我买州区 我买河北可以吗 我要是带着我爹住上你们家人 给我买的房子 这叫怎么回事啊 丁胜利 你正好就是你 就是你爹 你想过我吗 你想过我们以后吗 我 我这孩子怎么没的 怎么没的你知道吗你 你还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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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胜利 既然提到了孩子 然后我去再问问你 你说是怎么没的 要不是那天晚上你去喝那个破球 喝得烂醉一炉泥 这孩子能没有吗 我愿意喝呀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能不去应付吗 我不去应酬 我这写书这事怎么来的呀 应酬什么也得应酬 你就是个写字的 你怎么整天整得 跟我们搞销售的一样 这也喝那也喝 你见过哪个作家整天喝酒啊 人家真正的作家 是拿作品说话 拿自己的作品来推送自己 行了吗丁胜利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太幼稚了吧你 作品作品 还拿作品说声 行 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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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医院吵 再回家好不好 不回 我住夏凌了 我回家 我都不知道跟我妈怎么说 都开 美丽呢 算了 别住那边 住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她今天一大早买房子去了 还让我帮她请假呢 丁胜利 你要是以后改对美丽不好 你 什么情况啊 伟丽 你在哪儿呢 喂 胜利 你要想谈就来新房找我吧 张总 我觉得这件事 你必须重新考虑 要不然 我会一直这么闹下去的 美丽 还有你 优敏 你干嘛那大乌小乔的 这是组开办公室 你想造反啊 哎呦 儿子来替妈妈撑腰了 你怎么说话呢 严萍 你先出去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事怎么跟她没关系 这件事就是因她而起的 张总 我为您安钱马后卖命这么多年 到头来 你为了扶植你的儿子 把我踢出局吗 别别别 等等等等 美丽 她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事我一直没跟你讲 我想把公司化妆品代理的项目 交给你来做 这是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了 什么 交给我 陆远萍 你平时跟我抢那些边边角角的客户 我就不怪你了 你是张总儿子 我一直让着你 可是现在倒好 你既然把你的手 伸到产品代理这边来了 你明明太过分了吧你 行了 刘敏 你能不能先冷静点啊 我还从来没见一个下属 在上街边这么放肆的呢 好 那我问你 公司的章程里什么时候写着 不许任何人代理花妆品项目了 有吗 行了 吵什么吵啊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最得力的助手 这怎么就不能商量着来呢 吵什么 刘敏 我知道这个项目 最好的人选就是你 但是我有我的私心啊 我想让严萍早一点接触这个核心项目 你理解我吗 对不起张总 我刚才没控制得了 要不然这样吧 我还是来负责这个项目 你儿子呢 可以作为我的助理 来参与到整个谈判过程中 你觉得 听听听听 我先打断去行不行 二位 我先谈谈我的想法行吗 刘敏 我先问你 你刚才说让我当你的助理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太狂了吗 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 不可能 还有你 张总 你如果是抱着打水漂的心情 把这个项目交给我的 那我也告诉你 就这项目 我朱颜萍还看不上 说完了 拜拜二位 颜萍 好 张玛丽 这就是你的继承人 也跟我差太远了吧 别敲了 进来吧 门儿白锁啊 进来啊 来 参观一下 房子已经买了 你看 这是买房子的 上面写的是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 我们随时可以搬进来住 不过 如果你不高兴不开心 你可以跟你爸 出去租房子住 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你应该问问你爸 是愿意跟你出去租房子呢 还是愿意咱们一家三口 住在一起呢 小李 我没别的意思 我不是想成心让你难堪 真的 我就是想有个家 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愿意跟那些人应酬 喝酒 我愿意在家写作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地 好好写几本书 我可以多挣点钱 让我们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 饭了 饭了 明天 我去给你爸爸打个戒条 你说什么 饭吧 我丁胜利能怎么样啊 我求求你了 给我点男人的尊严好不好 我明天给你爸爸打个戒条 行不行 媳妇 我求你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求求祝福 安安炫耀 这情绪随着幻想飘扰 我每一天都有美好心跳 爱在浪漫中舞蹈 情在思绪中飘 我愿意练 让人中飘 感情在想飘 或我每一分一秒 今晚 能该 stare 讓我越想 越覺得好 我和你牽手比生命重要 你就是我心中美麗城堡 愛在浪漫中舞蹈 心在思緒中飄 讓真幸福佔據我每一份一秒 讓我的愛一直想碎到天荒地老 愛在浪漫中舞蹈 心在思緒中飄 讓真幸福佔據我每一份一秒 讓我的愛一直想碎到天荒地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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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